近年来人气飙升的迪丽热巴 无论是在影视圈还是时尚圈 都逐渐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近年来凭借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烈火如歌 一千零一夜腾影视作品 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而在时尚界上 无论是出席时装周还是时尚街拍 一个是颜值还是气质都不说热巴女神 就在近日热巴最新时尚大片流出 这一次的风格也是打破以往造型 化身超级玛丽女生版 每一张都是行走的画报 瞬间获大批网友们的点赞 果然美貌才是第一通行证 这经典的超级玛丽造型 勾起寥寥而时的回忆 相对于现在流行的众多大型游戏来说 超级玛丽是80后90后的童年 那时候没有电脑 娱乐方式就是键盘插在电视机上打游戏 超级玛丽也是当时深受大众喜欢的游戏之一 热巴戴着艺术帽 身穿白色上衣搭配黑色休闲裤 爬上楼顶 遥望远方 那俏皮可爱 休闲潇洒的表情 看着实在太萌了 是准备要打通关了吗 说实话 热巴这身的色彩搭配真的蛮好看的 网眼一看有点像超级玛丽呢 网友直呼 超级玛丽女生版原来常这个样子 热巴真的是一个完美演艺多面时髦女人 我们的迪令热巴真的是什么风格都能驾驭 每一组时尚大片 真的是行走的海报 无论是性感还是调皮 似乎都能完美的诠释每一件衣服 你们有没有很喜欢这样热巴巧精灵呢 热巴最新写真照 爬楼梯太俏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